南星高乙祥上月27日在大陆录制综艺节目时不幸促事 享年35岁 昨二日高乙祥遗体终于回到台北 告别式也确定于15日举行 但外界对于浙江卫视的处理方式及态度相当不满 事发后他们曾发声明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但当初盛传高乙祥遗体会以专机送回 不过却是搭客机返乡 加上有疑似电视台工作人员曝光长官对话 高乙祥真的中看不中用 没抛两下就猝死 如今风头还没过 浙江卫视昨晚宣传跨年晚会口号 遭网友炮轰跨出人命 还没垮台 高乙祥事件后 浙江卫视遭网友炮轰网顾人命 纷纷表示据看 还在微博发起抵制浙江卫视跨年晚会标签 更传出有不少赞助商撤出 还有艺人团队不惜冒着违约的风险 拒绝参加今年浙江卫视跨年 友谊说只目睹高乙祥发声 意外的陈伟霆就是其中之一 爆料指陈伟霆原本在浙江卫视跨年名单内 现在他团队宁愿违约 也不想去躺这浑水 但目前未获浙江卫视证实 另外 传这次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嘉宾阵容 还包括 周杰伦 Angela Bobby 李晨 郑凯等明星 更有爆料指出 其实浙江卫视今年跨年一度因为高乙祥事件停办 但考虑到此时停办损失更大 所以决定照常举办 昨日浙江卫视就在微博宣布 今年跨年演唱会的宣传口号 三年领跑 跨年回归 此举引起网友强烈不满 纷纷炮轰都跑出人命了 我还跑 跨出人命 还没垮台 你把人命领跑了 没人敢去 也没人敢看了 滚吧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